大家好我是熊蹦 本部PM來分享一下 搖滾巨星餅乾的初步分析 這邊快速來看一下技能的重點 首先技能發動的時候 是有定期恢復我方全體的體力 以及還有獲得防禦禁止增益效果的增益效果 快速來看一下相關技能的懶人包 重點比方像是星辰或是阿福加朵 相關的這些禁止增益效果會是無效的 但是負面效果依然有保留 比方像星辰的戰攻擊 以及還有對敵方額外的增傷 相關的負面效果一樣是有保留的 但就是禁止增益效果他是有被防禦的 打個比方 比方像花小龍好了 我方如果有花小龍放招 我們這邊會增加全隊的攻擊力 以及還有傷抗跟抗搶雲馬 上述三個效果 只要有防禁止增益效果的話 依然都是還在的 但如果沒有搖滾巨星餅乾的話 花小龍上述三個效果 他是會直接失效的 就針對背上標記的單位 所以這個防禦禁止增益效果 其實是差蠻多的 但當初我們看公告的時候 我們會以為他會直接連那個什麼 星辰的額外的效果 都會失效 那目前沒有 他只有針對禁止增益效果 這個他是有做防範的 但其他負面效果依然是還在 就這邊要特別說明一下 然後再來 這個技能他是有所謂的先後順序的 我們必須要先放搖滾巨星的餅乾 才可以防範 像星辰跟阿福加朵給的這個禁止增益效果 如果敵方是阿福加朵跟星辰 先放相關的負面效果 我們 再放搖滾巨星的技能的話 是沒有辦法做防禦的 所以這個也有先後順序的問題 要這邊要特別說明 基本上比較建議的話就是你開場之後 有個巨星餅乾要趕緊上這個效果 那我方的輸出 才比較不容易 受到像星辰跟阿福加朵 之類的這種禁止增益效果 技能標記 特別講一下 那快速來看一下技能吧 定期恢復生命力 這個其實他補量也算是蠻多的 這是第一個 再來第二個 發動技能相關的增益效果的期間內 每發動5次暴擊的時候 會有額外恢復小額的生命力 那其實他這個技能啊 針對像那種多段式的傷害 那他這個有觸發暴擊的話 都是可以獲得額外的恢復生命力 所以其實這一點 他算是蠻重要的 那很多玩家才會講說 怎麼有魂巨星餅乾 在一些特定的餅乾上面 他的效果算是不錯的 因為這邊你只要有 發動5次的暴擊 那他只要是多段式技能的餅乾 他都可以額外再恢復小額的生命力 禁止增益效果剛剛已經講過了嘛 以及還有這個 全隊的暴率增加 那全隊的暴率增加 你這邊只要有 額外配料的附加屬性 5%的暴擊率 上限就直接增加到35%的暴率 哇氣泡影真的在哭 他這個效果比氣泡影強非常多耶 那最後的安可表演這邊要快速講一下 如果巨星餅乾他如果進入無法戰鬥的狀態 就是他趴掉的時候 他會解除自身所有的簡易效果 並在短暫的時間內 進入安可表演 會進入大幅回血的狀態喔 所以他這個餅乾如果他趴掉的時候 他會變成巨額的補包 還會立即順補的方式來拉滿所有餅乾的血線 OK這是他的技能 懶人包意思是這樣子 因為他這個恢復量其實 是還蠻高的 基本上已經快要是 瞬間拉滿所有餅乾的血量了 就是瞬間一個大補 所以這隻餅乾他如果他趴掉的時候 他會瞬間拉滿幾乎是全隊的血線 那你的整體隊伍的那個 穩定度大幅度的提升 所以我覺得這隻餅乾他 整體給爆率啊還有一些額外回血的效果 甚至是禁止爭議的效果 還有包含這個瞬間大補 我覺得他效益來說 以恢復型餅乾目前近期出的 整體來說他真的技能給的非常的好 那第二個快速來看一下我們相關配料的部分 那配料這一邊重點啊 其實就是攻擊爆率以及還有倉抗還有冷卻 那其實我們重點就是要保護我們相關的輸出單位 是不要配上禁止爭議的效果 所以基本上我們這邊冷卻的話 建議就是17.4% 差不多這個值 開檔3秒其實就夠了 因為其實那個防範禁止爭議效果的話 你這樣至少像一些正面的給傷抗還有體力護盾之類的東西 他都是有防範的 就是都還是有存在的 所以我這邊覺得開檔3秒其實還是比較好一點的 然後再來爆擊率至少要5%以上 其他的話就成功你的攻擊跟傷抗 配料很簡單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那緊接著來看一下我們初步隊伍的部分 初步隊伍這邊的話是帶血弱還有火龍果 那我這邊的話是有帶那個 我們的星式鐘錶哨子然後還有我們的復活羽毛 那其實我覺得哨子其實是可以換秘籍 就這邊特別講一下 就是讓整體的輸出其實是變得比較更浮誇一點 重點還是一樣啦 就是要讓血弱吃到羽毛的效果 然後再來拚所謂的可能接近2發的冰晶 大致上是這樣子 那快速來看一下配料吧 聖美果這邊的話是完全冷卻的 玩家們如果抗不夠的話 是可以改成全抗冷卻接近8% 那我這邊的話就是完全冷卻 冷卻的話20%以上 火龍果的話是完全攻擊的 那重點我們冷卻拉高 是因為要跟敵方的火龍果 他的一些CD的秒數是要有錯開的 就如果遇到同樣都是火龍果的話 我方在倒數30秒的強火的情況下 我們是會先放招的 因為冷卻拉高 大致上就像這樣子 然後再來我們的這個搖滾巨星剛剛已經講過了 血肉的話就是冷卻接近2324%以上 大致上像這樣子 然後其他就成抗 花小龍餅乾就一模模一樣樣 攻擊爆率冷卻跟攻擊速度完全沒有變 就經典的配置 好啦那接著就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吧 那這邊來看一下我們相關的實戰吧 那實戰隊伍這邊啊上面是匿名的嘛 這已經講過了 所以我相信應該不用再講 然後再來這邊敵方的話是212的陣龍 那我們這邊的話就來打打看 這邊是有帶星塵的齁 背上標記了對吧 但是正面的效果都還是有保留的喔 謝謝 好我們的搖滾餅乾不見了 好我們的搖滾餅乾不見了 希望你感受往前的翻弄 這樣的選擇 這是神的聲音 應該要 我應該要 好打完了齁 瞬間的補量真的是非常多 好第二場經典的221配置 你看這邊正面的效果都還存在齁 所以基本上這個效果對全隊輸出來說非常重要 哇我的搖滾餅乾反而吃到羽毛耶 搖滾餅乾吃到羽毛害我覺得好尷尬 好第二場打完了 再來這邊敵方的話他的星數比較新齁 那一樣是221的配置 不過他這邊的話是一般的密集 喔這個是辣椒樹的陣容耶 我們有一些加抗的效果都還在齁 所以其實對我們整隊的這個輸出來說真的是很重要 好我們的聖莓果直接趴了 哇這個敵方的傷害有點太高 好我們這場撥了齁 那再來敵方的話他這邊就直接是油滾餅乾露出來 然後再來是221齁 然後這邊重點喔他是在斗篷耶 這是一個混搭瑪德蓮的隊伍耶 我覺得好帥喔 不過他這樣子他其實是有被中到降攻速的效果 好 油滾餅乾觸發的復活了 有馬德蓮的壓力非常大齁 他比我想像中的還要硬耶 好我們還是打過了齁 好啦那我們相關的初步隊伍影片就到這邊 感謝大家的收看 但其實油滾餅乾他相關的技能配置 其實還有很多種搭法 那甚至是包含像是我們這個哨子 你也可以試試看密集 大致上就是這樣子 之後可能也有搭配了我們閃耀之星的隊伍 那之後再來做更新 好啦我是蹦蹦 我們下部影片見 掰掰